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咱们提到了家里WiFi不够快 卧室没有客厅信号好的 很多常见问题 共享移动全千照 引领数字新辽宁 昨天中国移动发布了 全光WiFi解决方案 就是帮大伙解决这个难题的 到底这个方案有多牛 会给咱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 究竟是啥速度呢 提起5G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 它速度快更稳定 数千照起的网络 能够让所有的下载 在瞬间完成 那您知道什么是双5G吗 昨天下午 中国移动辽宁分公司 举行了以共享移动全千照 引领数字新辽宁为主题的 双5G全千照发布会 并在会上重磅发布了 全光WiFi解决方案 以前的家庭宽带 上网速度呢 一般是百照为主 那么国家觉得需要进一步提速 所以也把这个千照的 这个家庭宽带 也称之为千照的这个5G 所以叫做双5G 我们过去的千照宽带 是属于在个别小区做的示范区 那么今年呢 我们已经在全省全面 普及建设千照宽带 也就是说我们在90%以上的小区呢 能够实现宽带 千照宽带的能力接入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用户 享受到更高速率的这个宽带服务 大伙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一定都有过这种困扰 就是你在客厅里面的时候 这网络信号特别好 但是一离开了客厅 到了卫生间或者是浴室 这信号就不那么好 但这一次我们辽宁移动 推出的双5G全千照 全光WiFi 它就能够实现 让我们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全都能够做到信号一样的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具 以前可能仅仅只局限于我们这个客厅 或者是卧室一个房间 但现在就能够做到 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 截至目前呢 辽宁省内 我们中国移动辽宁公司 已经建设了1.4万个5G的基站 那么今年呢 还要计划建设 1万个以上的5G基站 到年底呢 实现整个辽宁乡镇以上 区域的5G的全覆盖 实现千兆入户 千兆入企 千兆城市的建设 到今年底 实现县级以上的区域呢 千兆网络全覆盖 我就记得以前我们用手机 你看2G时代的时候 就是大海热线 3G 大海热线 到了4G 5G的时候 就比较快了 大海热线 你说要到了双5G 那不得是大海热线 可能你都听不清了 我就是这么一形容 这家伙快的 我这脑子都快跟不上你的速度了 除了全光WiFi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还为老铁们 推出了5G嗨捷惠民政策 什么家庭大礼包 还有5G手机购机直降 反正就这么说吧 咱们选手机 直接到中国移动准没错